看看如果有這方面的那個嘗試經驗的同學可以再說明一下 然後呢如果假設你今天是沖洗以這個來看的話 4乘6 應該是什麼他的寬 寬應該是多少寬應該是 6吋 高應該是4吋吧 所以如果今天假如你要沖洗像這樣的照片而且 沖洗出來的 這個話數不要太低的話,特別注意 你這個DPI就很重要 我們前面好像有開一個檔的時候DPI有沒有,我有講過 DPI的話呢 這個D的話叫做DOTS DOTS就點啦,其實就像素 P的話就Pull P的話就是每 I的話就Inch OK也是每1英吋 多少個點的意思 那1英吋多少點其實就是個面積嘛,所以這裡面積越多點的話當然越好 所以DPI如果你假設沖洗的話建議至少 他最低最低的標準要150 那建議是 到300是最好的 所以如果你將來假設你最低標準用那個 150 DPI去沖洗照片的話 請問一下,你這張照片如果要開一個檔應該要多少像素才OK 特別注意,這個是英吋嘛,所以去把這個數字乘上150 這個乘上150 所以你那張照片 至少要多少 乘起來應該多少 900吧 OK,所以 寬至少900 高至少要600 的一張那個解析度的照片 不知道各位應該照相的時候 你們那個手機本身應該有資源吧 那寬 900 高的話600的話 其實那請問一下 這一張照片 總像素是多少 其實很簡單嘛 總共像素就橫向有900個點 縱向有600個點 請問這個面積裡面有多少點 那就把900 乘上600我就好了 有沒有 所以相乘的話是 6、9、54嘛 所以理論上是再補幾個零 4個零嘛 所以總共是多少 54萬像素 也就是說你今天拿去沖洗 那個 4乘6的照片 你最少要 給 54萬像素 的 這個 照片 沖洗出來的話是最低標準 當然 如果你假設是 150 其實說真的 你沖洗出來還是會感覺不漂亮的話 那我建議你可以提升到300 甚至是600 那如果300的話 這個就不一樣了 你如果把它改成300的話 那這邊就多少 1800 對不對 那這邊的話就多少 1200 OK 所以相乘的話是多少 好啦 接近200萬像素啦 接近大約等於 200萬像素啦 OK 我們就取個 等於是說你這張照片 如果你要沖洗4乘6的話 至少要 200萬像素 沖洗出來才會是漂亮的 所以為什麼你們買那個 手機的時候應該會看那個吧 你的手機拍出來的照片 他多少萬像素吧 有沒有有的是現在有標榜到4800萬 6400萬像素有沒有 那當然呢那有些是虛擬出來的 不一定是真實的 但是理論上 你的那個照相的 總像素越高 將來沖洗出來的照片 理論上也會 越高 這個有概念吧 所以未來的話 假設你們要拿去沖洗的話 請特別特別注意一下 那個像素這些 相關的基本 嘗試 如果沒有 你沖洗出來會是悲劇 怎麼會馬賽克 OK 就是因為你像素不足啦 就這樣而已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剛剛同學有問到那個 檔案格式 如果是PSD的話 跟另外有個JPG有什麼差別 JPG 那其實 PSD的話呢如果你要修改 還可以修改 所以上個禮拜我跟各位講 你要存一個什麼呢 存一個PSD檔你會發現塗層還在 可是如果你今天存成什麼 JPG的話 接下來跟各位講 塗層全部消失 也就是說你即便要修改這個吉祥物的位置 像如果PSD你移動它也可以 你要Ctrl T放大縮腳可不可以可以 你要再修改背景可不可以可以 OK但是如果你今天是用JPG的話呢 可不可以 完全不行 為什麼因為它塗層已經消失了 它已經幫你把這個 裡面的所有的東西都放在 都把它結合在一起了 這個是第一個 所以喔如果你沒有存上禮拜同學好像有同學沒存到PSD 那很抱歉你可能要再來一次 OK其實動作也不多啦反正再練習一下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如果你存成那個 JPG的話 跟PSD還有個 還有個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JPG呢它是經過壓縮的 會破壞喔 所以理論上你把它放大來看 你看喔有些地方 會比較沒那麼漂亮喔 PSD比較真實 但是取而代之的如果你今天呢假如說用PSD的話 它跟JPG最大的差別喔就檔案大小 我把它另存好了這邊其實有PSD JPG有沒有 JPG這個 那我把它存檔 然後品質的話看到 品質越高當然它的 破壞越小 我們用預設的好了OK好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喔兩個之間喔 稍微比較過 這個是PSD 然後呢我把它存到 存檔不見了 在這裡 有沒有 那檔案差多少 我油巴放在上面看看 它這個是23.3K嘛 然後這個的話呢 是 23.3K 那PSD檔多少 364 也就是說檔案大小差多少 哇 差了十幾倍耶 所以其實PSD它有個缺點 就是因為它沒有壓縮 所以它檔案非常的龐大 所以未來假設你那個 土檔 當然相對你像素越多 你那個檔案就越大 這個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那還有就相容性問題啦 如果你是 JPG的話你會幫你 直接點直接開 放大來看 其實到底還好 如果你說 JPG到底哪裡 有破壞啦 你會發現喔 如果你把它放大來看 這個邊緣有沒有 它會有一些 就是多出一些顏色 好像怪怪的東西啦 這個當然就是破壞失真了 OK喔 順便跟各位講一下 有關那個 輸出的部分 當然 同學還有問到那個 另外有個 PNG啦 其實PNG 它本來就是想要取代 JPG 可是後來好像沒有辦法 因為 這個格式 其實它有個好處 就是它 檔案大小一樣很小 然後另外的話 它也盡量不失真 可是我們來試試看啦 把它存檔一下 OK然後 要不要交錯 我們按預設啦 5號啦 OK那你會發現喔 如果你今天存成PNG PNG 它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是什麼 油標放上面 這個是23.3K嘛 那PNG多少 PNG的話呢 65.6K 所以比較之下 其實 PNG好像占不了便宜 因為它檔案 還是人家的兩倍 那PNG目前 比較普遍使用的地方 通常是網頁上面 所以你會發現 在網頁上面 有些比較強調 那個網頁比較漂亮的一些 那個網站 通常呢 它會用的格式 圖檔都是PNG的 主要原因是因為 它的那個 檔案相對比較 而且會有一個 另外 JPG做不到 就是 背景如果要 背景透明的話 那PNG可以 但是 JPG就不行 OK 所以這個順便說明一下 那其實還有另外一個比較常用的 另存心檔 這邊有一個 另存 除了剛剛講的 JPG跟 PNG之外 其實最早 另外還有叫 GIF GIF 這邊 GIF的這個圖檔 那這個圖檔的話 也還蠻常用到的 OK 可以按確定 然後按確定好了 然後預設好了 那你說 那個GIF GIF 這個圖檔 到底有什麼差別 第一個大家你看 檔案大小 這個是23.3 這個GIF檔的話 它是什麼 19.4K 所以你會發現 總共有四種圖檔 哪一個最小 GIF最小 有沒有 那其實GIF 它的最大的缺點 其實就是什麼 看起來好像有來OK 放大來看 應該也沒問題 可是你會發現 它最大的 那個 看一下 這可以放大 而且你會發現 那個GIF放大 跟JPG比的話 JPG旁邊會有一些像鬼影的東西 那可是GIF 它不會有鬼影 所以你看 GIF 它似乎 又 檔案又小 然後呢 又不失真 那為什麼大家不乾脆 存成GIF就好了 不曉得 有沒有人知道 為什麼不直接存 跟GIF 原因何在 原因何在 請問 很多的軟體 沒那麼接近GIF 其實 這個應該是因果關係啦 如果它很好用 很多就資源 OK 所以這個應該 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但是這個是 也是 有 還是不知道 有沒有人知道 這個為什麼大家 GIF 檔案又小 畫質也不失真 那為什麼不使用它 它只有八位原色 它只有八位原色 對耶 喔 你是 學 以前應該高中有教是不是 網頁設計應該有提到吧 OK 對 沒錯 因為它只有八位原色啦 它最多只有多少顏色呢 2的8次方就是256 所以它最多 只支援256種顏色 所以如果你今天用照片 假設只有256張照片 其實會看起來真的是有點不漂亮 除非說你眼睛 比較對顏色比較沒有那麼敏感的人 那因為我們這張圖 顏色並不多 所以看不太出來 OK 另外還有一個啦 就是GIF它有支援 一樣可以去背 然後GIF還有支援一個 JPG沒辦法做到 就是 它可以做動畫 所以有些動畫 或者是 短片的話 其實也可以用GIF 這個大概細節部分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其實Google查一下應該都有 有沒有 比如JPG vs GIF 其實也會有一些比較 所以這個細節部分 請各位 再稍微注意 所以你們將來存檔的話 不管任何 我看 練習好了 你們就是將來就存兩個給我就好了 一個是JPG 一個是PSD 那 JPG的話主要是 相容性 最好 OK 但是 PSD的話是 細節 最完整 因為它所有的塗層 那些都還在 OK 所以特別注意 上個禮拜 如果你 上個禮拜如果假設 忽略的話 還好 因為你們第一次接觸的話 OK 那大概這些細節可能注意一下 至少你上完這個課你不要說 你對圖檔 毫無所知 另外呢也沒辦法知道說 將來充洗照片應該多少 充洗出來的照片 人家問你說為什麼你洗出來的照片怎麼這麼不清楚 或者是很用馬賽克的狀態 那你就知道說 原來像素不夠 OK 至少啦基本觀念大家有啦 你將來充洗就不是什麼 太大的問題 另外我甚至建議各位 可以多接觸攝影 有沒有出去多拍照 為什麼因為拍照 不是說隨便的拿好的相機 就會拍了 這個其實還是要 訓練啦 OK 就像說我在那個 這個 像Google地圖上面其實也分享照片 我剛剛也看了一個 一個數字 其實後來好像最近Google地圖 在地祥島有一些活動 不知道能不能得一些獎金 OK反正這不重要 我們來看一下 那再來的話我們接下來 來看下一道題 所以剛剛跟各位提到就是那個 Google的 相關服務有沒有 我剛剛看了一下那個Google地圖 裡面有那個什麼Google的在地祥島 這個不曉得各位應該都會去查Google地圖吧 然後這邊有個你的貢獻有沒有 那我剛剛他好像跳出一個訊息 就是說是不是要加入什麼東西 因為我在Google地圖上面 其實放了多少張照片 其實放了 三萬多張照片 然後我的相片觀看次數的話 是 這麼多 各 10億多次 OK 因為剛剛好像我看到那個Google地圖上面 他要顯示 好像有一些活動 好像有個比賽吧 可是得到那個不知道會有什麼樣 我也不知道 目前在地祥島的話 等於已經 最高等級的 第10級了 OK 其實就是習慣問題 就是喜歡拍照 所以我在大學的時候呢 我也很喜歡拿著單眼相機 那時候 還有一個單內學校的那個攝影記者 所以 我們那個年代的話 還是底片的時代 所以那個時候 沖洗照片 那不得了 像那時候沖洗一張照片 我記得一張也差不多 4塊錢吧 可是那時候還要含那個底片的錢 所以其實那時候 蠻貴的啦 OK 那接下來我們來回到剛剛的那個 題目部分 再來的話呢 我們來完成 剛剛提到的就是這個 宋春這一題 那他主要要我們做什麼 第一個 他說要將宋春置於新建的檔案內 並將圖 成名稱改成宋春黑 OK然後再複製一個圖層 所以我們按部就班來看 第一個 先把這個宋春打開 那再來的話呢 我這個 原來是長這樣子 第一個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新的圖檔 那我把它Ctrl加好了 把它放大一下 那這一張圖基本上它的像素其實不高了 大概就163 乘上221 所以其實這一張解析度不高 大概 因為這個可能是 考試題不能 解析度太高 太高的話怕跑動 這個221 OK 然後第一個他要我們怎麼樣 先把圖層改個名稱 所以這邊點兩下 可以改一個名稱 民稱的話叫什麼 宋春 壹 目的地一樣是目前的PSD檔 會有一個宋春黑,一個宋春白 黑的話就在上面,白的在下面 可是問題現在宋春白這個圖層 裡面的宋春兩個字其實並不是白的 所以他希望我們可以把這個 黑的部分填滿,把它換個顏色 所以接下來我要怎麼樣可以把 黑色部分全部選起來最快 OK,那其實還記得吧,全部選起來最快,因為他剛好 就兩個顏色,一個是透明的,有沒有像這個 像是後面這個,這個就是透明色 然後前面是黑色 所以如果要選取最快的話,其實方法很多 當然你會發現上個禮拜我們有用過,你要怎麼樣把 宋春這個範圍裡面的有黑色部分全部選起來 那當然你不要傻傻的用什麼,用套索工具方式選 哇,那他選很久,OK 而且會容易選錯 所以呢,其實我們可以用 快速選取工具 或者魔術棒工具 那哪一個好呢?其實我發現兩個其實效果都差不多 所以我用魔術棒好了,點一下 那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呢,他已經幫我把什麼 宋春的輪廓把它選起來 但是問題我點的是什麼 點的是外面 所以如果要換成裡面的話,當然你可以把它反轉一下 有沒有,選取裡面有一個反轉 好 那可是問題啊,如果你現在填顏色,應該會失敗,為什麼 因為你選的過程當中有沒有 這一塊 其實 沒選到 還有這個點 哇,這個也沒選到 所以怎麼辦呢 Ctrl-加,放大一下 所以這裡面這個應該是要扣掉啦 要不就是說你Ctrl-Z一下 讓它反轉恢復 然後再去選一下,有沒有,選哪裡 選這裡面的 不過乾脆反轉,先反轉 反轉之後再把這個扣掉 那扣掉的方法當然很多啦 要不就是你再用魔術棒點這裡面 記得要剪掉嘛,所以 一定要把上面的模式 一定要從選取範圍 減去 特別重要,你不能再用這個 如果你再用這個的話,再點一下會怎麼樣 你會發現它全部消失了 為什麼,因為 它又重新建立一個選取區 會造成錯誤 所以 Ctrl-Z好了 好 所以喔 不過這麼小的範圍,我試試看好了 減去看能不能選得到 太小的時候,可以選 不過可能你要按Ctrl-加 盡可能把這張圖放大 不然你不好點 扣掉 然後這個點的話比較麻煩 這個的話可能你要點點 不好點 所以我建議啦,你乾脆用那個 套索算了 套索把它繞一圈 套索一樣喔,用減去模式 有沒有 從範圍中減去 OK,一定要點這個喔 沒點的話 相差很多喔 OK,把它繞一圈 不過這個圖 這個因為 解析度太低了啦 OK,大概繞一下 好了之後的話呢 那如果要把它 改成白色的話 最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找到有一個 編輯裡面有一個功能 應該可以找得到吧 猜猜看是哪一個 填滿 有沒有 那填滿填什麼顏色 白色不就好 有沒有,這邊不是有很多顏色 其中白色 然後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喔 這個時候呢 宋春白 就被填完 填完之後 這個選舉區還在嘛 你可以 在選舉裡面 取消 取消選舉就可以了 好 那再來的話 當然喔 我們還需要移動它 因為最後看到的結果 應該是可以看到什麼 看到的結果應該是這個 就是類似像這樣子 黑的在 怎麼樣,有點像它的右下角 那怎麼樣剛剛好 可以打到這個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改成 選舉有沒有 這邊有個移動工具 記得圖層還是在白色 讓它往什麼 應該它要 黑的要在 右下 所以你就往左上 移動它就可以了 有沒有看到 這樣就出來了 它至於要多少效果 這可能自己要看 Ctrl- OK 那做完之後再連結啦 請各位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